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本周呢已经是我们Podcast开台第109周 所以已经超过两年了 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 那每一周呢我们都有一个新的主题 所以今天又是礼拜一 所以我们今天呢又要开始新的主题 那么在正式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各位听众哦 我们哈佛商业评论今年度 2023年今年度最后一期的个案教学 哈佛经典个案教学 预计呢是在10月11月12月 各一个礼拜六上课 那现在呢也要进入最后一季的 这个课程的招生阶段 所以有兴趣的听众呢 请到说明栏点击报名连结 就可以想看这个课程的内容 非常期待呢可以跟各位听众呢 可以一起学习 那接下来呢我进入本周的主题 本周呢我们回顾过去108周 因为本周109周嘛 各种主题我赫然发现说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如何解决顾客的不开心 怎么样服务 这个心情沮丧啦 生气啦 或者是伤心或者是焦虑的客户 也就是说怎么样让顾客不要不开心 所以我们本周的主题是别让你的顾客不开心 那事实上呢我们都在各行各业服务嘛 那服务业的就业人口 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业就业人口 其实是台湾就业的大众 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呢 实意住行 遇热到生老病死 要到医院啊等等 其实呢全部都是用服务业来服务我们 所以服务业呢 跟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而服务业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也是整个就业人口的大中 然后一大批人都是在各种服务业的现场 服务各种顾客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业者呢 我们就会服务到形形色色的顾客 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和不同需求的顾客 所以呢你是不是有这个经验 如果你刚好从事的是服务业 或者是你是第一线服务业的服务人员 或者是你是负责客户的 你会不会常遇到一些 有一些顾客啊是比较不好服务的 比如说他可能情绪很激动啊 他可能需求很特别啊 可能他遇到困难呢 是特别难处理的很棘手的 所以呢碰到这种形形色色的顾客的需求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服务呢 尤其呢如果顾客的情绪呢 是已经很生气啊 很沮丧啊 或者是他已经情绪呢 已经有一点起来了 就是已经有一点要爆发的时候 你怎么样安抚 让他得到满足 或者是避免他继续抓狂 或者是暴冲 我想这都是跟服务的技巧 跟服务的哲学 跟服务的态度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谈这个主题叫 别让你的顾客不开心 哈啪听友专属优惠 限时放送中 每一集听完都觉得意犹未尽 想要尽情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华观点吗 为了感谢听友一直以来对节目的支持 特别线上听友专属优惠折扣码 那我们这一周 这周主题呢 是别让你的顾客不开心 我想在服务业的各行各业里头 一定呢 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 就是你服务的客人呢 事实上刚好是痛失亲人 不一定是有在殡仪馆会碰到 你在医院也会碰到 金融服务业也好 电信服务业好 保险服务业好等等 在很多的服务的现场 都会碰到刚好是痛失亲人的这种顾客 那这篇作者呢 蛮特别的 他就说很多的服务现场 在服务这个痛失亲人的顾客 其实呢 服务的态度啊 跟SOP啊 都还蛮白目的 会好像是在这个顾客的伤口上 在撒盐 一点同利心都没有 所以这顾客呢 常常就已经很伤心了 又被你惹得很生气 或者让这些顾客觉得 这个服务人员 简直是非常的白目 又没有同情心 就会对这个企业 就是这个服务人员背后代表这个企业 或者是他工作的公司呢 场所呢 感到失望 他以后可能就不来了哦 因为你伤害到他的情绪嘛 他以后可能就不来了 所以也是企业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先从这一篇分享起 就是文章的标题是 跟痛失亲人的顾客谈话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大名叫梅根德凡 他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演说家 他同时也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 叫伤痛庇护所 他专门在协助一些有伤痛的人 如何走过这个伤痛的阶段 所以他写了蛮多书 都是跟如何度过伤痛的这个阶段 如何疗愈和息息相关 也都是还蛮畅销的 那其中呢 台湾也有翻译哦 有翻译这一本叫 没关系是悲伤啊 意思是说你悲伤没有关系 你就悲伤 你应该要面对你自己的情绪 以及另外一本书就是 你不在悲伤了我 可以这样生活 所以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一位悲伤咨询师 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跟案例的分享 那么事实上呢 其实本土 本土的服务业呢 其实也常面对到这样的情况 那多年来 原件杂志曾经呢 做了十几年的服务业 第一线服务品质的大调查 那这几年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就把它暂停了 目前还没有恢复 这个服务业服务品质大调查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在进行服务业服务品质大调查的时候 也收集到一个案例哦 非常感人哦 这也是要给台湾的电信业者鼓掌 掌声哦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个案是这样 就是有一家电信业者就接到一通电话 那电话讲话呢 是一个妈妈 哦 她情绪很崩溃 就边说就边哭 而且非常的焦急 她焦急什么 就是原来呢 她的女儿在一年前呢 不幸就过世了 所以人家说这个白法人送黑法人是非常难过的 是事实上最大的伤痛嘛 那这个妈妈呢 因为女儿过世之后呢 就一直保留一个习惯 就是她如果想女儿的时候呢 她女儿的手机号码就一直保留 她就会打她女儿的手机号码 因为呢 女儿的手机 原来生前用这个手机 有她女儿录制的语音留言嘛 就是谁谁谁 欢迎你留话给我嘛 就是有这么一段语音的留言 所以呢 她每次呢 想女儿的时候 她就会打电话 给女儿的手机 再去听女儿当年的留言 后来呢 这个电信公司因为系统升级了 所以这段留言呢 就被清除了 就妈妈在打电话去 就听不到 听不到女儿当年的留言 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焦急 所以她就打电话给这个服务人员 她呢 哭着求这个服务人员 电话上哭着求说 可不可以把这段声音再恢复了 这个叫魔鬼般的这个要求嘛 因为系统升级就没有了嘛 按照公司的SOP 大概没有就没有了嘛 可是这位服务人员真的 非常的有同理心 所以呢 她就说好 她努力看看 所以后来呢 这家电信公司呢 花了整整一个月 从数百万用户的 上百万个旧的语音信箱中 找到了 终于找到这个女儿的留言 然后再给这位妈妈 所以呢 这就变成一个服务的佳话 那么会遇到这样子 比如说痛失情人的这个服务现场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电信业者 其他各行各业 你都有可能 在你的服务的时候 碰到就是 刚好有痛失情人这样的顾客 那这篇文章就从这里谈起 就是这位作者 他亲身的经验 就是说这位作者的配偶 伴侣过世的时候呢 他就是你知道亲人过世 你总是要把他所有的账号 都停掉 电话 银行的账号 保险的账号 各种相关的账号 都必须要取消嘛 所以呢 这位作者就一一打电话 比如说银行信用卡 要取消他的信用卡 手机 手机账号也要停 医院 医生的办公室 他原来有预约要门诊 也要停掉 银行贷款 他说他还留了一些 学生贷款的一些余额 他也要必须去处理嘛 所有的相关的 他就打电话 打一轮 那蛮奇怪的 我看到这也觉得 哇 美国人的服务真的 可能比台湾落后 因为他提到的是说 他打了这所有的单位之后呢 发现了只有一个单位 很明显的 对他的伤痛表示同理 那其他人呢 是没听清楚 还是怎样 都在电话另一端 给相同的回复 就是说女士 他们是这样说女士 我们必须跟账户 所有人谈话 我们无权呢 就是因为你的来电 我就停掉 这些所有的账号 那所以这个作者 就很生气呀 就已经很伤痛 又觉得 你怎么这样呢 所以他就跟他说 他已经死了 他怎么跟你讲话 然后结果的 对方还是回答说 我了解 但是我们还是 必须跟账户 所有人讲话 所有人就是 那过世的配偶 那如果没有他的许可 我们就没有办法关闭呀 或移转这些服务 然后这个作者就回他说 可是账户 所有人已经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他一直重复说 他死了 你们没有办法跟他讲话 可是电话那一端的客服人 还是跟他说 那如果没有得到 他本人的许可 我们就没有办法停掉 他所有的这些服务 所以看到这里 我也是一头雾水了 因为我不太了解 美国这种服务的现场 我相信啊 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呢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 那因为这个作者啊 碰到这个状况啊 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嘛 因为他是个老师 所以还有学生 那他也在辅导客户嘛 所以他也有客户 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经验 跟其他学生啊 客户分享 就发现说 有类似经验的人 不止他一个 他的学生 他的客户 也都告诉他 很多很可怕的故事啊 比如说 有一个客户就跟他说 他的太太过世了 所以他就打电话呢 去就是银行的信用卡 说我要取消这个信用卡的账号 结果呢 接电话人就顺势跟他说 我们现在有更好 更新的信用卡 新的什么卡 你要不要办我们这个卡 所以呢 这个客户就很生气啊 就是我还在 我亲人太太过世伤痛中 你就要卖东西给我 你就要推销新的信用卡给我 他就很生气啊 还有一个客户呢 也跟这位作者说 他这个客户叫凯撒琳 就是他的姐姐呢 也因为癌症去世了 但是呢 他有打电话去给癌症医院的 因为可能都一直要追踪啊 要门诊啊 所以就取消之后的门诊嘛 因为就他过世了 可是这个讯息呢 就没有同步给这个癌症医院 相关的基金会 所以呢 这个基金会呢 还是呢 三不五十呢 就会打电话来给他姐姐的账号 告诉他姐姐说 啊 我们医院啊 我们这个肿瘤医院 癌症医院正在扩充啊 需要善心人士的捐款啊 所以你可不可以捐款给我们 就留下一些捐款的讯息 意思就是说 这个医院 跟这个医院护所基金会 资料没有连通 所以当这个人 已经在医院的系统 已经备注 已经过世了 已经往生了 在基金会呢 根本没有同步 所以基金会呢 还是三不五十的写信 或者是打电话 来给他已经去世了姐姐说 希望你捐款 给我们这个癌症的基金会 所以这不是在这个家属的伤口上傻爷吗 而且就会觉得说 你这家医院 你这家信用卡公司 你这一家这个电信公司等等 真的很没有人情味吗 真的很白目吗 真的为了这个获利 也无所不用其极 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是不是会对你这一家公司呢 大打折扣 就以后可能以前呢 都长期在你这边呢 办卡或是做一些消费 以后可能他就转台了 就你这家公司 根本就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嘛 所以呢 这边呢 这篇文章也在提醒说 其实各行各业都可能面对 类似这样的客户 就是说他的亲人刚好往生 他要处理一些 他之后的一些事物 你在面对这样的客人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处理 你是不是在公司里头 要有一些SOP 你不要白目的 说他已经过世了 你还跟这个家属说 我一定要他本人来接这个电话 我一定要他本人来表达说 他要停掉这个账号才算数 他的家属不行 所以你应该有一些SOP啊 比如说家属持着 什么样的死亡证明也好 或怎样的文件也好 就可以帮这个已经往生的人 办理他后续的一些事情嘛 你怎么会坚持在电话上 跟你的这个刚刚通失 家属的亲人说 我一定要跟你的家属 跟你的亲人通话才算数呢 这就很白目嘛 很让这个顾客很不能够接受嘛 所以呢 这篇作者呢 不是刚刚讲说 他打了所有的电话 除了一个例外以外 其他人都很白目呢 那这一个例外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分享啊 就是说他在每一通电话医院啊 信用卡公司啊 银行等等 每一通电话都很白目 但是他有一通电话 打给了啊 这个他原来配偶的电信公司啊 那这一个回应呢 他就觉得非常的棒 他特别把它写出来 就是他的配偶叫迈特 迈特呢 在去世前不久呢 他在洛基山脉践行 显然这个迈特呢 真的是运动健将 他在洛基山脉践行 而他会过世呢 是因为他在一个川流的河中溺壁 所以他可能就户外运动 很多的一个人 那他在洛基山脉践行的时候呢 爬到了一处山峰 登顶了 登到一个山峰 可以复旦和下方整个的景色 他很高兴嘛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这位作者 他的太太 就很兴奋说 哇 现在是我 我现在在九千英尺高的地方 洛基山脉 打电话给你 这里好美好美好美 然后我只是想说 在这里打电话给你 那给你说声嗨 我很好 然后我爱你 结果呢 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过世了 在川级的这个河中 溺壁了 所以他一个礼拜后就过世了 那过世之后呢 当然这个作者就 刚刚不是说 打电话给电信公司吗 说要停掉他的账户 但是呢 他特别提到说 这一段留言 这一个对话呢 是不是可以留下来 结果那个客服人员呢 就非常的有同理心 他一方面告诉他说 哇 我很遗憾呢 就是说你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真的也替你很难过 可是公司的政策 就是我们电信公司的政策 60天后 这留言就会自动被删除 那这个呢 是没有办法改的 不可能说因为你的关系 我们就不删这一段留言 所以呢 他就开始协助 协助这篇文章的作者说 我可以教你 怎么样把这个留言 你自己录下来 你可以怎么样做SOP 怎么操作 你就可以把这段留言 留在你自己的地方 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随时你想听都可以听 那不用说 我60天后 我们的系统真的无法保存 那在整个的对话的过程当中 这位客服人员呢 就表达了深度的同情 而且呢 就是非常的了解 这位作者的伤痛 所以呢 他也就努力的协助他 把这一段语音呢 可以怎么样录制下来的过程呢 也协助他完成了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说整个的对话呢 相当的简单 而且很短 就五分钟 五分钟就可以把事情给处理掉 那他也没有说 我要回去呢 跟公司说改变政策啊 60天后不能删 也并没有 但是他也协助他完成了 他想要达成的心愿 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典范 就是你客服人员怎么样 表示对这个顾客的关心 而且重点是 你要解决问题啊 因为有的时候 你光关心是没有用的 你要解决问题 达到这个顾客想要 他就是要这一段留言而已 你怎么样达到他想要的 然后又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 又没有说公司要回去 争取改规定 都没有嘛 这就是很perfect的服务 所以他特别把这一段服务 提出来 跟读者分享 那所以呢 他在这里文章的结尾呢 就做了一些建议 就是第一 就是你的公司 其实所有行业都可能碰到 比如说你银行 信用卡 保险 或者是医院 等等 各行各业都可以遇到 就是你的公司 必须要清楚的政策 如果你的顾客死亡 他的家属 或相关的亲友 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他账户移转啊 或关闭账户啊 或后续的事情 你要一个很清楚的SOP 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怎么样处理 千万不要在白目的说 我要跟他本人讲电话 我要他本人打电话给我们 才算数 他人都过世了 讲这种话 在太伤人 那么第二就是说 你要训练你的客服人员 你的第一线销售人员 当你碰到 以及有痛失亲人的 这样的消费者 顾客的时候 你的潜持用字 你的态度 你的同理心 是必须要表达出来的 第三呢 就是你必须要 有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就顾客呢 在这个时候是很慌乱的 心情是很糟的 所以你其实你可以 先整理出来说 他通常这个时候 顾客来家属来 是有哪些问题 待解决 那你已经有一个 解决的方式跟方案 比如说刚刚电信公司 我已经分享了 一个本土版的案例 妈妈要女儿的留言 有一个国际版的案例 这篇文章的作者 要他配偶的留言 那表示 如果你现在是电信公司 你是业者 你听到我这个 你以后就要这个政策 你怎么样把这个 亲人的留言 万一又有一个妈妈来 又有一个爸爸来 他要小孩的留言 你要一个政策 不用再让你的同事 花一个月去 几万笔留言中找 而是已经就列出来 一个清楚的政策 以后碰到这个问题 就怎么解决 又省事 然后你的客服人员 有所依循 所以你可以把 可能碰到各种情形 都列下 然后就SOP 交下去 那客服人员 再处理起来 也可以解决顾客的伤痛 也可以解决顾客的问题 也可以让顾客 对你这家公司印象很好 在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给他的是协助 而不是刁难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听众 是在哪个行业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或许你听起来 会感受更深 感谢你的收听 最后也要提醒各位听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说明栏点击赞助连结 提供我们小儿的赞助 让我们有机会把节目做得更好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助